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安德斯汉森所著的《一流的头脑》这本书。 这是一本全球畅销书。 这本书介绍了科学实证的能够实现惊人脑力升级的最新世界技巧。 如果能对大脑进行升级并引发脑力转变,就能100%挖掘潜能。 大家知道瑞典的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吗? 这是决定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全球顶级研究机构。 作者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医学研究的最前沿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并已发表超过两千篇医学文章。 是一位世界级的研究者。 而作者结合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 将其转化为一套更加实用的升级技巧。 汇聚成了这本书。 例如,本书无保留地揭示了如何高效减轻压力, 提升专注力的技巧,科学的提高动力的方法, 真正提升学习能力的方式, 以及各种能增强个人表现的方法。 不得不说, 这本书的内容实在是非常吸引人。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如何获得一流的头脑。 第二,解读科学所揭示的当前最前沿的结论。 第三,几百项关于动力研究的总结与解读。 首先是第一部分, 如何获得一流的头脑开始解读吧。 提到一流的头脑, 您可能会想到需要疯狂学习或进行艰难的脑力训练。 然而实际上, 这本书的结论非常简单明了。 要获得一流的头脑, 只需要运动, 仅此而已。 通过运动, 您可以提高专注力, 让心情变得愉快, 减轻焦虑与压力, 提升记忆力, 激发创造力, 甚至提高智力。 不需要拼命学习, 也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脑力训练。 只要运动就可以让大脑实现升级。 您可能会觉得运动有益于大脑这种说法, 早就听过。 但我要问一句, 既然您知道这个事实, 那么您真的定期运动吗? 恐怕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并没有坚持。 运动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方式, 更是提升脑力, 增强表现的关键路径。 接下来, 我们将逐步展开解读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您或许已经知道, 运动能让人变聪明, 还能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但即便明白这个道理, 很多人却迟迟无法付诸行动。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 您可能并不了解运动是如何改变大脑的。 这种效果是基于怎样的研究和结论得出的。 本书的作者正是希望通过深入讲解这些知识, 帮助读者真正理解和接受运动的益处, 从而迈出行动的第一步。 毕竟仅仅知道是不够的, 只有实际去做, 才会产生效果。 因此, 借助本次视频的分享, 希望大家重新认识运动对大脑的好处, 以及它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进一步坚定信念并迅速行动起来。 那么现在, 让我们从大脑本身开始探讨吧。 首先请双手握拳, 然后将两只拳头靠在一起。 您面前的这个形状和大小, 正是您大脑的真实尺寸。 大脑的重量大约相当于一盒牛奶的重量。 在这小小的一团中, 储存了您一生中所有的感受和经历。 可以说, 这是一种宇宙中最复杂的物质结构。 尽管脑科学的研究不断进步, 人类个性的一部分已经被生物学层面解明,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道路是被完全决定的。 事实上, 研究表明, 大脑比我们想象中更为灵活。 这种灵活性不仅适用于儿童, 同样适用于成年人。 大脑中的细胞不断生成, 并进行连接和断开。 只要您做出某种行为, 甚至只是思考, 大脑都会随之发生细微的变化。 大脑就像一团永远不会硬化的黏土。 那么, 如何将这团黏土塑造成最适合您的形状呢? 其实, 运动对大脑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这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 通过具体有效的运动方式及其背后的原理, 让大脑获得最大的提升。 运动不仅能让您心情愉悦, 还能提高专注力、 记忆力、 创造力, 并增强对抗压力的能力。 此外, 运动还能让您处理信息的速度更快。 也就是说, 您的思考变得更敏捷, 能够更高效地 从记忆中提取所需的信息。 如果您想增强手臂的力量, 自然会选择进行针对手臂的锻炼。 同样的道理, 若想提升大脑功能, 运动的效果比拼图游戏或记忆力训练要显著得多。 研究已经明确表明, 与脑力训练相比, 策略性的运动对提升大脑功能的效果更加卓越。 令人惊讶的是, 大脑并非通过被动思考 来发挥最大效能, 而是在身体活动中表现出真正的威力。 那么, 为什么运动会让大脑得到升级? 专注力、 记忆力和创造力也会随之提升呢?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接下来第二部分, 让我们来解读科学所揭示的当前最前沿的结论。 首先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的大脑在身体积极运动时会释放多巴胺, 使我们感到愉悦。 这是因为, 大脑被编程成通过这种方式增加生存的可能性。 这个机制非常简单, 打猎能够提高生存机会。 逃离危险的猛兽或寻找适宜的居住地也同样如此。 由于大脑在过去一万年间几乎没有进化, 这一机制仍然保留在我们现代人的身体里。 因此, 当我们重复祖先提高生存机率的行为时, 大脑会通过给予快感来鼓励我们继续进行。 例如, 当我们跑步或散步并回到家时, 大脑会将其解读为我们正在寻找食物或新的栖息地, 并作为奖励让我们感到幸福。 这种机制非常有趣。 从人类进化石和大脑的形成过程来看, 这种现象便显得尤为合理。 然而, 光是看写着运动对身体有益的杂志或者书籍并不会让多巴胺, 血腥素或内肥胎释放出来, 只有实际进行运动, 这些快乐激素才会被激活。 因此, 实际运动至关重要。 在现代社会, 有一种极其不健康的习惯, 就是久坐。 现如今, 我们不再需要外出打猎, 只需躺在家里, 用手机清点几下, 外卖便会送上门。 随着IT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人总是需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的工作。 与过去相比, 我们的坐姿时间已经大幅增加。 然而, 久坐这一习惯对身体非常有害。 反之, 运动对身体极为有益, 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 根据2012年,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团队的调查结果表明, 久坐时间越长, 死亡率越高。 如果每日久坐时间超过11小时, 与久坐时间少于4小时的人相比, 死亡率会高出40%。 大家不妨想想, 自己是否每天也久坐11个小时以上呢? 如果您的工作是办公室白领, 那么坐满8小时应该很常见。 下班回家后, 许多人还会摊坐在沙发上, 玩手机放松。 为什么久坐如此有害? 这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原理密切相关。 一天到晚坐着不动, 不可能抓到猎物, 也无法找到新的栖息地。 在远古时期, 如果总是久坐, 人类根本无法生存。 如今, 现代人身心健康问题频发, 正是因为大脑的需求 与我们现有环境之间的矛盾导致的。 当我们回顾这些机制, 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运动能够强化 其他各种能力。 例如, 在草原上狩猎时, 祖先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 才能迅速捕获猎物。 他们需要专注潜伏, 观察最微小的动静, 并迅速行动。 正因如此, 当您运动时, 集中力会显著提高。 通过这种方式, 运动不仅是身体健康的关键, 更是大脑功能提升的关键。 而且, 运动还能提高记忆力。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对我们的祖先来说, 四处活动不仅是为了生存, 更是为了寻找新的居所和环境。 而当我们长时间坐着不动时, 大脑会将其解读为缺乏新的体验, 从而认为无需增强记忆力。 此外, 人类并未进化到能够通过手机或电脑 来体验新事物的地步。 当我们坐着盯着屏幕时, 大脑并不会将这种行为视为新的体验, 因此也不会觉得有必要记住这些东西, 记忆力自然就无法得到提升。 现代医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从疫苗到抗生素, 从核磁共振, MRI到分子靶向药物, 这些突破性发现和发明, 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然而, 这些进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是我们遗忘了一些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 作者主张, 我们已经忘记了, 对大脑和身体来说, 运动才是最好的药物, 他希望能够唤醒更多人, 认识到这一点。 通过上述解释, 相信大家已经充分理解了, 为什么运动能够带来如此惊人的好处。 运动如何提升记忆力及相关建议, 运动可以提高记忆力, 这是因为对我们的祖先来说, 活动不仅仅是生存的需求, 也是探索新环境的方式。 如果我们总是久坐不动, 大脑会解读为缺乏新体验, 因此认为没有提升记忆力的必要。 通过手机或电脑接触新信息, 并不能让大脑感知到新体验。 大脑不认为这些活动具有意义, 因此不会提高记忆力。 尽管现代医学取得了疫苗、 抗生素、MRI和分子靶相药物等惊人进步, 但这些进步让我们忽略了一个 简单却重要的事实。 运动是身体和大脑最好的药物, 作者希望大家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运动为何如此重要? 它不仅能改善心情, 提升专注力, 还能让身体保持活力。 许多人可能会问,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事实上, 不需要成为专业选手, 也不需要追求六块腹肌。 关键是通过适度的运动, 调节身体状态, 让大脑高效运作。 尽管市场上有许多宣称, 增强大脑功能的脑力训练APP, 保健品和各种奇迹方法。 作者认为, 这些大多没有科学依据。 而真正被科学证明有效的方法就是运动。 运动的具体建议, 从简单且有趣的活动开始, 大怕只有五分钟的运动, 也有益于大脑。 而每天进行三十分钟的步行效果更佳。 增加心率的有氧运动, 比如每周进行三次, 每次四十五分钟的慢跑, 可以显著提高大脑状态。 优先考虑有氧运动, 虽然力量训练对大脑也有好处, 但有氧运动的效果更为显著。 如果偏爱力量训练, 也应结合耐力型运动。 长期坚持, 尽管短期运动可以增加脑部血流。 但新细胞和血管的形成, 以及脑部结构的重塑需要数月时间。 每周进行几次运动, 持续半年以上, 就能看到显著的效果。 作者强调, 运动不需要复杂的技巧, 也不需要高昂的成本, 只要坚持下去, 就能带来令人惊叹的益处, 包括改善情绪, 提升注意力和强化记忆力。 与其追求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快速见效方法, 不如专注于持之以恒的运动, 让大脑和身体都保持最佳状态。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 讲解通过数百项关于动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 最后, 我将以我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主题, 动机为重点。 结束今天的内容,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保持高度的动机。 对吧? 只要动机足够高, 我们就能不断朝着目标努力, 不仅能在工作中取得成果, 还可能因此升职加薪。 然而, 正如大家所经历过的, 动机并不是单靠心态调整就能轻松解决的问题, 即使想让自己振作起来, 也无法凭空生出动机来。 与高度动机相对的状态可以说就是抑郁。 当人陷入抑郁状态时, 动机会急剧下降, 甚至变得毫无动力。 然而, 即便没有抑郁症, 任何人都有可能偶尔情绪低落。 如果这种低落持续数周, 并对未来感到悲观, 甚至连平时感到愉快的事情也无法享受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抑郁症的表现。 当我们思考动机时, 了解动机极度低下的状态, 也就是抑郁状态,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动机的本质。 那么, 如何从极度低下的动机状态中恢复呢? 答案就在本书的主题之一, 运动。 通常, 抑郁症的治疗以药物为主, 但科学研究表明, 运动的效果可以与抗抑郁要媲美。 根据研究, 最有效的运动是跑步。 同时, 步行也被证明可以预防抑郁症。 每天步行20到30分钟, 不仅能够预防抑郁, 还能让人感到心情愉快。 大家可能听说过血清素, 去甲肾上腺素, 多巴胺这些名词。 它们是神经地质, 即负责在脑内细胞之间传递信号的物质。 它们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 抑郁症被认为与这三种神经地质的缺乏密切相关。 目前, 很多抗抑郁药的作用就是增加这些物质的水平。 不仅如此, 血清素, 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不仅影响情绪, 还对人格的形成、 注意力、 动力以及决策等认知功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它们的分泌量可以通过药物或运动增加。 运动的效果通常在运动结束后即可感受到。 这种状态可以持续一小时到几小时。 如果定期运动, 分泌量会逐渐增加, 效果也会从短时间延续到全天。 运动不仅与药物的作用相当, 甚至可以超越药物的效果。 因此, 运动对我们的动机极其重要。 换句话说, 当您感到情绪低落或动机不足时, 努力去运动吧。 接下来, 我想介绍另一种重要的物质, BDNF, 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 或许有些人对这个词并不熟悉, 但近年来它备受关注, 被称为脑内最强物质。 BDNF是一种主要在大脑皮层和海马中合成的蛋白质, 对大脑有着无法估量的积极影响。 BDNF可以保护脑细胞, 免受其他物质的损害, 防止其受损或死亡。 此外, 它还帮助新生成的细胞, 促进初期阶段细胞的生存和成长。 BDNF还增强脑细胞之间的连接, 提高学习和记忆能力, 并且通过促进脑的可塑性, 延缓细胞老化的进程。 除此之外, BDNF的益处多到难以一一列举。 总而言之, BDNF被称为大脑的天然肥料, 是一种堪称奇迹的物质。 然而, 问题来了, 我们该如何增加这种奇迹物质呢? 如果可以通过服用药片或注射增加BDNF, 那事情就简单了, 但现阶段, 这些方法上无法实现。 然而, 有一种极其自然的方式可以促进BDNF的生成, 那就是本书的主题, 运动。 事实上, 没有比运动更能有效促进BDNF生成的方法了。 作者指出, 即使您在第一次运动后, 未能立即感受到BDNF的生成效果, 也不要放弃。 要坚持将运动变成习惯, 因为只要定期运动, 每次运动都会逐渐增加BDNF的生成量。 例如, 每周跑两次, 每次跑步30分钟就足够了。 无需长时间坚持或快速奔跑, 每次跑步后, BDNF的生成量都会稍有提升。 即便暂停跑步, 一旦提升的BDNF水平也不会立即下降, 通常要过两周左右才会开始降低。 也就是说, 为了增加BDNF, 您不需要每天坚持运动。 相比力量训练, 有氧运动更适合用来提高BDNF的水平。 本词解读始终围绕一个重点, 运动, 以及为什么运动如此有效进行了深入分析。 观看了本视频的您, 应该已经对运动充满了动力,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种动力, 持续进行运动。 如果哪天感觉运动的动力下降了, 作者解释说, 因为现代神经科学告诉我们, 为了大脑, 也就是为了我们自身, 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让身体动起来。 衷心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内容中受益。 最后, 我想通知大家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 学识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 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友谊知识的解说。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请通过盖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